資產 資產 什麼是資產呢 第一句 通常是細緻最重要 大家看看細緻 細緻就是有一行在香港 作為主要居所住宅和自用的車位 是繼續自住物業 是不計算在資產在內的 什麼意思呢 我簡單說 如果我的房子 一千萬元 自己住的 是否有資產呢 不計算 好了 我還連車位自己用 是否計算 都不計算 反過來 如果我的車位是出租 那就計算了 我層樓是收租 都會計算 所以你會看到 第一個土地或非自住物業 這是很值得留意的地方 究竟我哪些資產計算 哪些資產是否計算 可能有些人問 喂 不是啊 我呢 香港就只有這麼多 我大陸有層組屋 這樣 那算不算 算不算 算不算 不算 算啊 為什麼呢 都是屬於 非自住物業 它一定要 這個自住物業 是香港作為主要居所的 我舉另一個例子 假設我在香港什麼樓都沒有 一層都沒有 但是呢 我在英國有層樓 我自己住而已 算不算資產 算啊 算啊 為什麼算啊 因為層樓不是在香港 所以這個長者生活津貼 很簡單地 就幫大家看到 原來在香港的自住物業 那就不算資產了 但是如果不是在香港 它經常一定算的 這個很清晰的 第二樣 金融資產 什麼金融資產呢 你有沒有看到 現金 銀行儲蓄 股票 股份投資 債券 基金 獨資或合作經營公司 行為有限公司 值多少錢 這些呢 還有這個很重要 類算退休權益 類算退休權益 有些時候 我之前有些客人 真的看完都不知道 要說什麼 其實呢 就是NKF 這樣 所以給大家知道 如果我要退休 原來我NKF已經拿了幾十萬 一來 一聲 過了 這個額子就申請了 為什麼呢 因為NKF是計算在你的資產 那有哪些不計算呢 有兩個東西 第一個 叫做保險計劃的現金價值 可能大家有相當 資產的話 可能不多不少都會買一些保險 那在保險裡面 它有一個現金價值 叫做Cash Value 那些現金價值 就不包資產的 第二個 自用的骨灰箱 都是不計算在資產裡的 那所以 如果我有自住樓 自住車位 自己用的保險 保單 自己用的骨灰箱 那 就算這些東西 值一千萬兩千萬都好 其實都不計算在資產裡的 因為呢 條款和規矩 寫得很清晰 所以基本上 大家就要知清楚 遊戲規則是怎樣 這樣就可以更加有效 去妥善計劃自己的財富了 好 第三 剛才有些朋友 說了 商業車輛 牌照 的士牌都值錢 知不知現在的士牌值多少錢 你有沒有人知道 你有沒有人知道 五百多萬 高峰期支席值多少錢 有答就行了 我不管 還沒坐 最高峰期的多少錢 知道嗎 七百多 哪位 這位朋友 七百多 所以價格可升而可跌 不像那些辯事上說 所以這些都是計算的 好了 第四 金條和金幣 金條和金幣 說什麼呢 就是說 如果你自己儲蓄金條和金幣 收在床底 綁在褲裏面 都計算的 這個很重要 一定要如實申報 整個遊戲規則 一定要如實申報 因為如果不如實申報 基本上是一個罪行來的 所以一定要如實申報 自己的入息和資產 好了 大家了 好 以下 哪些東西需要申報 嘩 我的名標 這個帕德菲列的名標 價值九十幾萬 我的金條 收在不知哪裏 銀行本帳 我有現金 整個美金都排出來 整個線 很有型 哪些要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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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朋友 全部都報 全部都報 OK 還有目前一答案 好 我看到有些朋友都走光了 好迷惘 那 會否遇到什麼難題呢 好了 要哪些要報呢 如果根據社署 它的指引 基本上 金條和現金是要報的 自用的首飾 是不用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個名標 理論像是不用報的 重點是什麼呢 自用 你不是拿來炒賣 那怎樣為之自用 戴著它 戴著它 即是你真是 刮花兩毛痕 這樣就可以了 這些就自用了 當然 事情就不會去到這麼極端 因為在申請過程裏面 有機會是要做家訪的 那要你帶著幾十萬的名標 那什麼事呢 那這些就 大家值得去考慮一下 好 第二樣了 看看你哪些要申報 那我的保單 我有年金 我有樓 那哪些要報 三個都報 OK 對 保單不用報 是 剛才 不要緊要 不要正確 我們沒有這個什麼的 總之 是 聽者有份 就是很開心的 我們 OK 好了 那年金 剛才說了 年金收入的部分 是要報 即是說 香港年金 每個月 派錢給你的部分 一個月派七千元 一個月派一萬元 這一部分 你要報 你給了個保費 肥一筆過 你給100萬 或者給80萬 那筆就不用報 那這個是關於香港年金 收入是要報 資產就沒有關係 OK 保單 都一樣 要留意清楚 究竟它是年金的保單 還是普通的保單 如果是普通的保單 有現金價值的 拿錢的時候 是退保的 拿錢的 這些就不用報 但是如果你的保單是年金的 跟你說定期派錢 派到80歲 或者派到90歲 或者銀行很流行的 即是儲十年 派錢派十五年 那種固定收入的年金保單 就是要報的 物業也是 留意到 這個物業在哪裡呢 如果是香港的 自己住的 那當然是不用的 但是如果是收租的物業 或者是外國的 那當然是要的 這裡 考考大家 那所以呢 真正去做的時候 就是我們要怎樣 將我們的資產 去透過一個計劃 去令到 即是它擺在不同的地方 令到自住物業 銀行儲蓄或NPF 是扶入了 剛才所說的資產要求 然後再將其他的資產 例如有些放在保單現金價值上 有些就做了其他的arrangement 令到 它的收入和資產的狀況 就可以符合它的標準 在社署的網頁裡面 它曾經說過一件事 就是 如果我在申請之前 將所有資產 全換給我兒女 那怎麼辦 網站上的答案 是很清晰的 它就說 長者生活津貼 是自在 是自在一些 有需要的長者 所以 必須如實申報 它就是這樣說的 它沒有說 得同得 那這個 就大家去衡量 待會給大家看看 那個表格究竟是怎樣 好了 還有 你不是報了一次就完成了 整個過程 它每一次 成功申請之後 它會有一個複檐的年期 這個複檐年期是六年 在六年裡 它怎麼都會做一次複檐 這個複檐 它可以是家綁 可以是郵機 它也有不同的形式 去幫大家做到 那防止那些人 去叫做濫用 那當然它只是 給一些有需要的 朋友仔去用 那怎樣為之濫用呢 就是 如果是超出了 資產和入息的限額 那這些就有問題了 當然它有寬限期 很簡單說 因為有些時候 譬如 我哥哥十幾萬就放在這裡 那不會打銀行 可能買股票 這個股票回了一倍 升了一倍 15萬變了30萬 那我就超了 會不會馬上拘捕我 那就不會的 因為它呢 在申請的時候 它會有回一年的寬限 那如果你的資產 已經過了 那一年 叫做用了它 或者令它 寫回標準 那它就會繼續 OK 那這個呢 就是指引了 那當然它也會有一個權力 去調查 大家的收入和資產 當你申請了之後 那怎樣呢 它就會跟其他政府部門 銀行 還有有關機構 包括哪些呢 有警署 就看看是否真的住在香港 你不是住在香港 就可以了 那包括一些 叫做土地註冊處 那些名下的物業 究竟有哪些呢 那公司註冊處 那你自己有公司 你有沒有報到呢 那醫院管理局 香港年金公司 等等去做一些 資料核對的程序 那所以呢 如果大家呢 真真正正想幫自己 或者自己的家人 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真的要留意清楚了 很多時候呢 因為那個利益 好像剛才說 真的都超過百萬 那也是每個月 為家人提供一個 穩定的收入 試想想一下 如果你每個月 要有三千元利息 當放在銀行裡 因為這件事是保證的 那你放在銀行裡 有三千元利息 究竟你銀行要有多少錢呢 三千萬 是吧 如果0.1% 就是三千萬 那現在的而且確 都不會太高 是吧 大家定期都未必超過1% 也都很難 有的 記得告訴我 很緊要 是吧 很難的 所以呢 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是幫到很多 叫做中產的家庭 去幫到他們 供養他們的父母 甚至乎 令自己的父母 生活條件過得更加好 亦反過來 對於一些中產家庭來說 也都幫到他們的子女 令到他們的負擔 是少了 因為你知道 現在的年輕人 出到來 可能自己有小朋友 又要養父母 那其實那個壓力 都相對來說 不低的 那如果能夠妥善 運用到 新勤一生 去累積回來的福利 去幫到自己 整個家庭的話 那其實這也是個好事